拒绝校霸的表白后 他让全校霸凌我 结果那些霸凌者要么残 要么疯 他们哭着跪在我面前 求我放过他们 我却意犹未尽 继续来啊 我还没弯够呢 一 转学第一天 我就被人堵住表白了 一群流里流气的学长学姐们围住我 围首的高个子学长 叭儿郎当的把我推到墙上 你就是新来的海沙 我抵触地推了推他的胸膛 却惹来了他的低笑 他们说得不错 确实长得挺漂亮 做我的女人吧 话音刚落 一群人开始起哄 哈哈 老大又开始收后宫了 这学妹刚转来第一天啊 你还真别说 咱们学校哪个漂亮点的 没被老大玩过呀 就这腿够老大玩一年了 老大这次 别像上次玩出人命了 嘘 你别哪壶不开提哪壶 在一堆口哨声中 我缓缓抬起头 对面前的男人露出一个笑容 嘿 吐 在他志在必得的目光中 我往他脸上吐了一口谈 所有人都傻眼了 被这一幕惊到了 趁着他们愣神的功夫 我朝面前男人的下三角处 狠狠踢了一脚 男人熬的一声 松开了对我的稚骨 原地跳了半天 我甩了甩手 跳起来照着他脸 就是一拳 男人的眼眶 立刻肉眼可见的青紫一片 好半天才有人回过神来 结结巴巴地瞪着我 贱人 你知道你打的是谁吗 我怂怂肩 不知道 想打就打了 立刻有人嚷道 我们老大可是江超 江家的太子爷 你摊上大事了 啊 这么严重 我做出一副害怕的神色 然后在所有人嚣张的表情中 我抄起旁边的砖头 就拍到了江超的脸上 十分精准地 把他鼻梁鼓拍断了 江超捂着一连血 身体晃了晃 然后死死地瞪着我 你给我等着 我一定要弄死 他话还没说完 我就扑过去 拿着砖头猛拍 直接给他拍得晕死过去了 没听说过 反派死于话多吗 我扔掉砖头 拍了拍手 冷冷地扫尸了一圈 妈的 这辈子最讨厌装逼的 做人低调点不行吗 所有人手忙脚乱地去扶江超 而我全身而退 二 我成了校园贴巴里的名人 因为江超一出院 就对我发动了全校霸凌 所有亲近我的人 他的手下会一个个往死里走 让人家在学校待不下去 而所有霸凌我的人 都会被他当成朋友 享受各种优待 他很有种 我很喜欢 三 晚上 我独住的宿舍闯进了一个人 在阴影处 能看清是个身材娇小的女孩子 我养得小白喵了一声 全身的毛都炸了起来 一双碧绿的瞳孔 死死盯着那人的影子 别怕 我和你们一样 恨透了江超 女孩从黑暗里缓缓走出 身上并没穿校服 样子有些憔悴 在看清女孩的那一刻 我怀里的小白 瞬间松懈下来 对着女孩猛摇尾巴 你的猫还挺亲近人的 女孩弯下腰摸了摸白猫 我挑了挑眉 你来不是为了撸猫的吧 女孩站起身 一双眼睛在黑暗中发亮 我来 是为了给你讲个故事 一个关于已逝者的故事 四 在我转来这所学校之前 有一个叫白鹿的女孩 被江超逼得跳楼自杀了 一失两命 江超看上了白鹿那张 漂亮又清纯的脸 让她做女朋友 和我一样 白鹿拒绝了 但又和我不同 白鹿只是个 手无缚继之力的普通女孩子 最后的结果 是白鹿被江超带人糟蹋了 还拍了视频 借以控制她 不仅如此 江超还发动家里的势力 让白鹿的父母家的 公司开不下去 家庭断了收入来源 几乎逼得白鹿家破人亡 走投无路之下 白鹿意外发现自己怀了孕 他想以此 威胁江超放过他家 可江超只轻飘飘说了一句 那么多人都上过 还不一定是不是我的呢 白鹿绝望之下 为了了结这一切 跳楼了 两条脆弱又单薄的性命 瞬间就没了 五 讲故事的女孩叫赵林 是白鹿最好的朋友 家里人收了江家的风口费 给赵林赚了学 我不停地安抚站立的小白 看向赵林 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一切 赵林死死咬着牙 眼里迸发出怨恨的光 凭什么白鹿死了 他们像没事发生过一样 我不甘心 我听说了你的事 我总感觉你能对付江超 我可以配合你 让江超这群畜生付出代价 我低头 给小白拿了一片小鱼竿 小白挥舞着爪子扔掉小鱼竿 嗷屋一声跳到了赵林怀里 把赵林吓了一跳 你这猫 我似笑非笑 他叫小白 看起来很喜欢你 小白两只爪子 扒住赵林的肩膀 毛茸茸的小脸凑了过去 在赵林的颈窝里凑了两下 我倒了两杯红酒 和赵林碰了杯 欢迎你 我的伙伴 六 这所贵族学校真是管理混乱 校长为了收钱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所以江超才能一手遮天 我一进教室 就看到座位上 写满荡妇 贱人狐狸精的字眼 桌堂里充斥着各种会晤 我暴毙淡淡扫尸了一圈 最后落在了幸灾乐祸的张宇身上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江超赌我那天 张宇就是他带来的跟班之一 我对张宇勾了勾手指 你过来 把这些都给我舔干净 张宇坐在座位上没动 吃笑了一声 手里的圆规转得飞快 仿佛下一秒就要朝我治过来 我叹了口气 真是吃不听话的狗 在所有人看热闹的目光中 我走了过去 像林小姬一样拎起了张宇 一把甩到了我的座位上 给我舔 我把张宇的头 直接塞进了桌堂 张宇嘴里含糊不清地叫出声来 手忙脚乱的想拿圆规扎我 直接被我一把夺过 反扎在了他的手背上 一瞬间鲜血涌出 我揪起张宇的头发 嫌弃地把他甩到地上 回去告诉你家主人 有什么能耐全都冲我来 我一定陪你们玩到底 气 自从我把张宇的手弄残了之后 江超直接恼羞成怒 公开发誓要弄死我 他听从跟班的建议 想先从我父母下手 逼我去求他 结果他把档案室翻了个底朝天 却发现我是个无父无母的孤儿 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那种 档案里也没记录我从哪里来 我笑了 他当然查不到 因为我根本就不是人啊 又哪来的记录 我没有身份证明 就答应校长给他捐个图书馆 校长就让我入学了 我一边想像江超抓狂的样子 一边摸了摸小白的头 爸 冤家路窄 我买完小蛋糕 回宿舍的路上又看到了江超 江超前呼后拥 正一脸遗止气使的 让一个平头男生给他跪下舔鞋 看着小平头屈辱的模样 我这好管闲事的毛病又犯了 我走过去一把拽起小平头的衣领 把他甩到我身后 哟 小贱人 我没去找你 你还自己送上门来了 江超一把挥开拉他的章鱼 低头朝着我冷笑 你挺嚣张啊 上次敢把我兄弟打成那样 我惋惜的看了一眼 手里漂亮的小蛋糕 下一秒 跳起把他按到了江超脸上 江超 你是不是记性不好 我可不光敢揍你的狗 我还差点把你打成脑震荡来着 在江超自拉乱叫的时候 我冷冷扫了一眼张宇 张宇立刻后退了一大步 妈的 我一定要弄死你 江超捂着脸嚎叫了半天 却没人赶上 最后灰溜溜的被拽走了 我身后的小平头扯了扯我的衣袖 从书包里掏出一瓶可乐递给我 谢谢你 我请你喝可乐 我低头看了一眼可乐 并没有接 你要是真想感谢我 就陪我一个小蛋糕吧 小平头挠了挠头 好吧 你先喝可乐 我去给你买蛋糕 我接过可乐 一眼就看到了 瓶口那一抹近乎透明的粉末 再抬一眼 我瞬间捕捉到了 小平头眼里未来的几眼式的慌张 我深深的看了他一眼 然后没有丝毫停顿的开瓶 喝了一口 就 笑死 这种东西根本对我没用 我刚哀哟了一声晕倒 江超一行人就从暗处闪了出来 张宇这狗腿子的声音第一个响起来 还是老大有法子支着小贱人啊 很快 江超的冷笑声在我耳边响起 我说过 我一定要亲手弄死他 不过 我的脚下一清 似乎被谁抱了起来 江超摸上我的脸 这小贱人长得确实不错 自从上次闹出人命之后 我爸让我收敛点 我也确实很久没好好玩过了 这妞又辣又漂亮 老大玩玩能不能让我们也尝尝先 哈哈 四周传来轻飘的口哨声和调笑声 一道弱弱的男生响起 那个 你们别太过分了 是小平头 江超讥讽地喝了一声 敢管到老子头上 你算个什么东西 下一秒 四周立刻响起了拳打脚踢的声音 和小平头细碎的闷哼声 行了 别因为他耽误本少爷的事 江超一把把我抛进他的车里 别理这条喉叭狗了 咱们去酒吧好好玩玩 声音骤停 一群人嘻嘻哈哈递上了车 在他们看不到的地方 我的嘴角微微勾起 酒吧 确实是个好地方呢 十 这间酒吧是江家的产业 为了玩的尽兴 江超直接让经理去赶了所有客人 不管今晚闹出多大的动静 你都不要来 懂吗 是 少爷 江超直接抱着我去了他专属的VIP包间 跟班们陆续在房间里架好摄像机 摆了一堆给江超准备的玩具 今天本少爷心情好 准你们看真人现场 房间里又响起一堆乌言会语 老大 这是按照你的吩咐 给这小婊子专门调的酒 在唇边传来酒杯冰冷触感的一瞬间 我睁开了眼 江超瞳孔地震 房间里的所有人都下意识地后退了一步 唯有被我打出心里阴影的江超 僵在了原地 你 你 江超对着我你了半天 也没说出一句完整的话 只能转头对着跟班们大吼 你们他妈的扶我一下呀 没人敢动 我从沙发上缓缓站起身 轻轻接过江超手里的酒 然后一脚把他踹跪在地上 这里面可是好东西 别浪费了 说完 我捏着江超的下巴就给他灌了进去 江超红着眼睛不停挣扎 却还是被迫一滴不落地喝了进去 我刚一松手 江超就疯狂趴在地上扣 嗓子眼干吼 我偏头看向章鱼 这东西多久开始起笑 章鱼结结巴巴回到 二 二十分钟 我微微一笑 随手在房间里点了几个人 你 你 还有你留下 剩下其他人 在二十分钟内给我搞来一头母猪 留下的人把摄像机都给我打开 给我调好灯光 你会好好拍摄 不听话的人 我露出一个极其温柔的笑容 下场参考江超哦 我倒计时数了三个数 你还没出口 所有人哗的一声就开动了 一群富二代 短时间内买一头猪还是很简单的 我缓缓靠近全身发颤的江超 在他耳畔恶魔低语 还记得你当时是怎么折磨白露的吗 他所经受的一切 我全都会一点一滴让你好好品尝 十一 整晚 嚎叫声就没停过 黎明唾小的时候 几个小跟班才从房间里出来 哆哆嗦嗦地递给我一个U盘 视频都烤在里面了 我确认过U盘里面的东西之后 满意地笑了笑 几个跟班却要哭了 撞见这种事还给别人拍了视频 江家根本就不会饶了他们 有人呢呢开口 嗨 嗨姐 不 老大 江超已经脱离晕死过去了 那这头猪怎么处理 我把U盘揣进口袋 随手点到了人群中的章鱼 你去叫几个人把这猪给我炖了 然后给江超一口一口的喂进去 到底是粮食 一口肉都不能浪费 我刚说完 有人直接咽了一声吐了出来 我嫌弃地直接把手里的酒瓶子砸了过去 给我咽回去 也许是被我残暴的样子吓到了 有个带着鼻环的女孩挖的一声就哭了出来 我斜眼望过去 当初白露受辱的时候 这个鼻环女笑得最开心 是第一个上去扇白露耳光的 哭 她有什么资格 欺负别人的时候 她不是笑得很开心吗 我咬了咬后牙槽 一巴掌呼她头上 吵死了 哭个屁 等我憋回去 我轻轻扫了一眼张宇 张宇全身一抖 下一刻 张宇直接冲过去给了鼻环女一巴掌 海姐这么平易近人 你哭个毛线 走 跟我炖猪肉去 跟班们不敢跟我待在一个房间里 忙不迭地去炖猪肉了 猪肉炖好后 江超被人一盆冷水浇醒 然后被强硬地喂进去一盆猪肉 江超的脸上都是灰雾 从牙齿缝里挤出来 断断续续的狠话 海莎 我一定要弄死你 这次不用我说话 张宇立刻一巴掌扇她脸上 怎么跟海姐说话呢 说完 张宇冲我讨好的笑 海姐 别因为这么的东西影响心情 我一眼就看穿了张宇的心思 张宇知道 今晚过后 江家肯定会疯狂报复他们 所以她想讨好我 寻求我的庇护 但是她想多了 庇护是不可能的 不揍她就不错了 我对江超狼狈不堪的样子 没兴趣 直接转身就走了 十二 我去赵琳家接回小白 顺便把优盘交给她 赵琳不断摩擦着 优盘的金属外壳 眼底迸发出浓烈的恨意 小白的尾巴高高竖起 喵污了一声 在优盘外壳上留下抓痕 赵琳俯下身子 不断安抚着小白 我低头看她 我最后问你一次 汤这趟浑水 你后不后悔 赵琳摇头 你知道白露是个多好的女孩吗 我家境不好 在学校被所有人孤立 那时候是白露站出来 牵着我的手 告诉我 家境不能决定人的贵贱 白露是我最好的朋友 可在她受辱的时候 我却没有及时站出来 我不奢求她的原谅 只希望能替她讨个公道 让自己心安而已 在赵琳说话的时候 小白的尾巴缓缓绕成一个弯 勾住赵琳的手臂 她轻轻跳到赵琳的膝盖上 伸出爪子 在她头上拍了拍 沉默半赏后 我轻笑了一声 也许白露从来都没有怪过你呢 13 两天后 新闻上报道了江超父母 从国外赶回来的消息 面对记者的询问 江副挤出一个官方的微笑 这次回来 是因为我和妻子商量 要在国内成立一个科研公益基金 请大家拭目以待 当晚 我收到了江副要求见一面的电话 我如期赴约 对付玩小的 总得再好好收拾一顿老的 一走进这间五星级饭店 隔着很远 我就听见江超的怒吼 你这适应声是什么眼神 难道你嫌我脏吗 先生 对不起 我没有这个意思 我把小声解释的适应声 拉到身后 你先下去吧 这桌暂时不需要服务 适应声感激的看了我一眼 然后陶冶似的走掉了 江副保养的很好 一双眼睛深不见底 是个气场很强的中年男人 相比之下 他身边不停擦拭手臂的江超 显得更像个啥也不是的渣子了 自从那晚被拍视频之后 江超精神就受到了巨大的打击 稍有不顺 就觉得别人看不起他 觉得他脏 真是恶有恶报 我走过去 坐在了他们父子俩的对面 江超死死的瞪着我 脸上轻轻抱起 捏着刀叉的手 因为用力过猛而微微发颤 江副拍了拍他的手 然后平静的看着我 嗨小姐 你开个架吧 那视频我们是一定要收回来的 我手指缓缓摩擦着卑鄙 然后抬头笑了一下 我开的架 恐怕你出不起 江副不屑的扯了扯嘴角 你随便说一个数 还没有我们江家买不起的东西 既然他这么自信 那我也不跟他客气了 我要整个僵世 话一落地 江副淡定的脸色就剧烈了几分 他抿了一口茶 顺了顺气 好久才缓过来 然后似笑非笑的看着我 嗨小姐 别说这视频了 就算是江超都不值这价 江超转过头 委屈的喊了一声 爸 江副没有理会他 而是亲自给我续上茶 嗨小姐 我希望你好好考虑一下 虽然这东西落在你手里 但我有的是法子让你发不出去 江副的语气一点点强硬起来 而且为了一个小小的U盘 你搭上一条命也不值得 是吧 我摇摇头 我给过他机会了 是他不要的 还敢威胁我 我最讨厌威胁了 既然江总不愿意合作 那我也没必要在这里耽误时间了 也扫了你们的雅兴不是 至于江市 我笑了笑 我想要的东西 自然会自己拿 起身 我就走了 十四 江副刚一回国 江超那几个跟班家里都陆续遭殃 被江副给搞得半死不活的 尤其是张宇 在江副的施压下 张家夫妻把张宇 塞去给一个喜欢暴力的附加千金 当上门女婿了 据说嫁过去当晚 张宇就被戳下了一双眼睛 处理完了这群人 江副又把矛头对准我 我接下来的一段时间 相继遭遇了车祸 爆炸 绑架 还有暗杀 在我第十次进警局做笔录的时候 警察同志熟门熟路的 接过我手里的杀手 海沙又来了呀 你要的玫瑰茶给你泡好了 这次的人有点难保 你们可得好好盘问盘问 到底是谁害我 写完笔录后 我一口干了玫瑰茶 没啥事我就走了呀 下次往玫瑰茶里放点糖 我喜欢喝甜的 十五 杀不死我 江副又直接给个大平台都塞了钱 不允许我们发布视频 我转头就让赵琳直播了出去 刚发布一分钟 直播间里还没多少人看 平台就封号了 呵 老娘活了数千年了 技能数可是满的 我拿出电脑 直接注册了一万个虚拟账号 同一时间直播视频 平台都封不过来了 一夜之间 全网铺天盖地的传播视频 江超以一己之力霸占五个热搜 其中 景浩将是太子爷与朱景浩的话题 直接冲上热搜第一 天哪 这朱也太可怜了 啊啊啊啊啊 求一双没看过这视频的眼睛 救命 太子爷的形象崩塌了 有钱人玩的好花呀 我的三观崩塌了 你们看江超神志不清的样子 是不是喝药了呀 一夕之间 江是骨架大跌 眼看他起高楼 眼看他宴兵客 眼看他楼他了 大股东纷纷撤资 竞争对手程序而入 江富盲的焦头烂额 江超患上了深度抑郁症 整个人都要被刺激的疯了 十六 我趁着江是风雨飘摇的时候 股票一抛一瘦狂捞了一笔 在我忙着数小金库里的钱时 疯膜的江超从医院跑了出来 绑架了赵琳 电话里 江超的声音充满躁欲 见人 要救这小娘们 你就自己一个人过来 他说要一个人过去 又没说不能带猫 所以我抱着小白就去了 还把手机开了直播 摄像头揣在裤兜外面 这是一个废弃工厂 我到的时候 赵琳一头卷发 全是黏糊糊的灰尘泥土 身上的衣服也被扯得破破烂烂 我认识你 你是白鹿的朋友 你父母不是收了我家的钱吗 怎么还不管好你 你又是怎么和海沙这小贱人勾搭上的 为什么老天爷要和我处处作对 我他妈就想好好玩玩 到底招谁惹谁了 赵琳被绑在椅子上 脸颊红肿 木然看着面前疯癫的江超说 单口相声 我咳了一声 一松手 把手里的小白放了过去 孙子 你姑奶奶来了 江超猛地转头 眼神通红地看着我 手里拿着一把小刀不停挥舞 你别过来 离我远点 我挑了挑眉 又往前几步 不是你让我来的吗 你就站在那别动 江超大喊 你脚边有一条钢筋 你现在就用那个东西自我了断 我就放了它 我缓缓拿起钢筋 在手里甩来甩去 江超 你绑了白鹿的朋友 不怕白鹿来损你命吗 哈哈哈哈 江超仰头笑了两声 眼睛血红 白鹿他活着的时候都对付不了我 死了我更不怕了 不过白鹿他该死 给他钱不要 非得跳楼连累老子 就算他再出现在老子面前 老子照样玩死他 一直沉默不作声的赵琳昂着头 怨恨地大声吼道 江超 你就是个畜生 赵琳突然站起身 甩掉早就解开的绳子 上去就扇了江超一把掌 江超愣住 手上的小刀滑落到脚边 你敢打我 我弄死你 江超反应过来 扑了上去 把赵琳按倒在地上 一只手掐住他的脖子 一道白色的团子 从椅子后面窜出来 一口咬在了江超的手上 场面一度十分混乱 我关了直播 然后一钢筋把江超砸晕了 十七 赵琳捂着胸口 半天才回过神来 他难以置信地抱起脏兮兮的小白 海莎 你能告诉我小白的来历吗 像 实在是太像了 我安抚了一下小白 平静问道 像什么 赵琳的声音带着几分颤抖 刚才小白跳到椅子上 给我解绳子 他的右爪子先拍了我的手臂 三下安抚我 白露还活着的时候 每次我需要安慰 他都是用右手先轻拍我三下 这已经成了他的习惯 为什么 为什么 赵琳的眼泪夺眶而出 是我太想念白露了吗 才会觉得一只猫像他 我看向小白 小白从我轻轻摇了摇头 我终是什么都没说 十八 江超又火了 准确地说 江超就没从热搜上下去过 不过这次热搜上又多了一个名字 警号白露是谁 警号 那场直播轰轰烈烈 我一万个小号同时直播出去 影响甚广 江超因为涉嫌绑架 被警察直接拘留了 并且警察又对白露的这起案件 进行深入调查 赵琳站了出来 把这一年来 搜集到了所有关于白露案的证据 全都提交给了警察 包括江超为了威胁白露 发到他手机上的那段视频 虽然原件删除 但是赵琳早就偷偷拷贝了一份 到自己手机上 处理江超的事情 所以这件事落到了江母头上 江母被挡在了警局外 走投无路之下 竟然选择了联系我 我和江母面对面的坐在咖啡厅里 江母雍龙华贵的脸上 显出浓浓的皮态 海小姐 我求求你 放过我儿子吧 她也是逼不得已 我懒得纠正她的三观 直接打断了她 如果我不肯答应呢 你想怎样 江母瞬间变脸 怒气勃发的盯着我 你想要钱是吗 好 我有的是钱 我耸耸肩膀 这家三口 还真是一个母子里出来的 都是下意识地觉得 钱能解决所有问题 可白鹿死了呀 那可是活生生的一条人命 不 两条 我想要什么不重要 你应该下去 问问白鹿想要什么 你 江母被我气得差点昏倒 不过我想 白鹿应该只想要江超的命吧 江母的脸色变了又变 她强忍住心中的怒意 冷哼道 江超是我的儿子 我当然不希望他被判刑 你要是敢动他一根汗毛 我绝对饶不了你 这家三口放狠话的表情 真是一模一样 我抿了一口咖啡 你老公和儿子 都对我说过这样的狠话 现在一个在牢里 一个马上就要进牢 看来你是想要一家人 整整齐齐了 江母眼神阴冷地盯着我 小姑娘 你还是太年轻 我们家不会倒 我儿子最后也一定会平安无事 到时候 你 我低头在手机上点了两下 直接把屏幕对到他面前 某台新闻联播 今日清早 江市董事长已被警方逮捕 据悉涉及多方案件 洗钱 谋杀 非法融资 江母看了一眼手机屏幕 脸上血色褪劲 我放下手机 歪头看向江母 对了 你刚才想说什么来着 江母脸色苍白地站起身 亮亮呛呛地走了出去 精英的手机都忘拿了 在我们刚才说话的时候 手机上面有无数个位阶来电 我看着那些来电 无非是抢导中人推 这个世界上 总有一群愚蠢的人认为 钱是万能的 肆意操纵别人的生命 却不知道 暗处也有狼在盯着他们 江超一家的是 我的推波助澜到此结束 剩下的任由他们被判刑罢 我喝完杯中的苦咖啡 起身负账离开 19 白鹿按牵扯甚广 法院决定直播公审 江超和他的跟班们 无意倖免 全都获刑 而且家族禁数被牵连 同一天 江父因为设案复杂 被判死刑 江父行刑那天 江母上了新闻头条 是因为为了争所剩无几的家产 而和江父的情人们大打出手 一贯维持的贵妇形象 禁数崩塌 所有人唏嘘感叹 国民夫妻也不过如此 20 我把小金库里的钱 全都整合到一张卡里 跟着赵琳去见了白鹿的父母 我抱着小白 对白鹿父母露出一个微笑 叔叔阿姨好 我们是白鹿的朋友 之前在法庭见过的 江超判刑那天 白鹿父母直接泪洒法庭 要不是被人拦着 恨不得冲上去 亲手打死这个畜生 我知道你们 谢谢你们为小鹿伸张正义 谢谢你呀 小鹿在天之灵 也能安息了 白母眼泪又要掉下来 白父也是眼眶一红 小白喵呜了一声 跳到白母怀里 伸出爪子去帮他擦眼泪 白母一把接住小白 愣愣地看着他 姑娘 不知道为什么 我总觉得 你这只猫十分亲切 白府摸了摸小白的头 从旁边顺手 拿出一条鱼尾巴喂他 结果小白偏过头去 跑去掀起鱼头 挑起鱼腮最下面的那块月牙肉吃 白府愣了愣 这小猫和我家小鹿一样挑食啊 白父不好意思地看着我 当初家里开公司 条件比较好 小鹿的口味 就被我们夫妻俩养得比较刁 一整条鱼 不吃鱼肚子 不吃鱼尾巴 只吃鱼塞下面最精华的月牙肉 看着你这只猫 我就觉得小鹿还活着 就在我身边似的 一直沉默的赵琳 直愣愣地看着小白 嘴唇不断哆嗦着 小白伸出右爪子 拍了他手臂三下 赵琳挖了一声就哭了 我怎么这么晚才发现啊 21 白鹿父母手忙脚乱地 给赵琳找纸巾擦拭眼泪 我在一旁 拿出了银行卡 悄悄放在桌子上 下面变了一张纸条 叔叔阿姨 这是我为白鹿讨来的赔偿金 希望能帮你们重振公司 所有的事情都已经过去了 一切都要向前看 白鹿也希望你们能越过越好 这只猫是我最好的伙伴 就留给你们了 希望能带给你们幸福 对了 它叫小白 看着小白在白家父母和赵琳之间 窜来跳去 我笑笑 然后无声无息地走了 海沙翻外 我是海沙 死神的小女儿 姐姐海拉继承了父亲的天赋 一旦有人被她叫到名字 那就离死不远了 因为过于强大 所以姐姐被父亲寄予厚望 直言希望姐姐能继任死神 结果姐姐第二天就离家出走了 听说去了棉北当土大王去了 所以父亲只能盯上瑟瑟发抖的我 拎起我的衣领子把我扔去 做死神实习生 人类有七魂六魄 我的工作内容 就是收掉怨气滔天的人一旅魂 替他们完成心愿 只是可怜这些冤魂转世后 因为少了一旅魂 大概率会有天生残疾 不过没关系 只要他们多做善事 这旅魂中就会长回来的 不知道是不是父亲刻意安排 我接的第一个冤魂 是一个在棉北死去的女孩 我一边帮女孩复仇 一边顺道去看了姐姐 姐姐在棉北这片土地上 作威作福 爽得很 我见到她的时候 她身边还有一个灵魂发着金光的姑娘 金光姑娘正在为她烤串 有点羡慕怎么办 我也想找个人为我吃烤串 见我出现 金光姑娘下意识地把姐姐拦在身后 你是谁 姐姐扒开金光姑娘 这是我妹喊沙 然后转头看向我 我是不会跟你回去继承家业的 我邪魅一笑 然后扑通跪在姐姐面前 眼泪说来就来 但是任我怎么泪水攻击 姐姐窥然不动 回去是不可能回去的 这里又有烤串吃 又有醉饭丸 我超爱这里的 我坐在姐姐身旁 看着姐姐放肆撸串 看着她和金光姑娘 嘻嘻嘻 忽然有种也想离家出走的冲动 不过我完成了第一个任务之后 看着那个女孩放下负担 安心转世 我心里被暖乎乎的东西 长得满满的 要不 这份工作再做做看 照林翻外 我成了白家的常客 在一起过年的时候 白母满脸幸福地抱着肚子 说她又有了 太好了 小白在她专属的小椅子上 高兴地转圈圈 白富给小白家里一块鸡翅 小白 你要有弟弟妹妹了 我看着幸福的一家四口 眼前水雾弥漫 说起来 小白可真是一只长寿的猫 在这个年纪 小白算是中年猫了 但她依旧活蹦乱跳 我带她到宠物医院去检查 她的各项机能还是壮年时期 我松了口气 放下心来 十分感谢海莎那个突然出现 又突然消失的一干二净的女孩 是她替白鹿讨回公道 也是她把小白送回到我们身边 我希望能和小白陪着白家父母 至少到晚年 而且我相信 小白还能陪伴我们很久很久 毕竟她是她呀 全文完